可是不會寫 你會發現 其實現在AI都可以幫忙 而且我發現那個ChargeVT 其實也蠻可以幫上忙的 而且現在還不只是ChargeVT 因為Google它也提供了一個叫BAR的一個 另外一個它叫這個BARD 所以如果你們假設搜尋一下 就是你Google查那個叫什麼 Google的那個Google Bar 有沒有 BARD OK然後這邊就有一個什麼呢 有沒有 它你也可以立即試用 那這個是Google的AI 其實我本來一直認知說 AI部分應該是Google比較強 沒想到既然微軟它搶先一步 而且微軟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突然間讓Google整個大亂 因為他們其實也已經在做AI 其實你會發現它其實用AI的地方還蠻多的 像Google的很多產品裡面其實本身就有很多AI的東西 但是那當然你如果假設它跟那個什麼 那個Excel VBA能不能串 其實你會發現 我就試了一下 其實我發現他們自己在幫忙寫程式這個部分 其實ChargeVT還是比較厲害 為什麼因為Excel還是微軟的 那VBA其實是微軟系統的東西 所以其實它在那一些這個程式碼的部分會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這兩者比較起來的話 我剛剛有試了一下 那當然你可以問它問題 比如說你可以把一些問題 我剛剛已經把這個問題打上去了 請幫我撰寫一個抓取每日有沒有 這個 這個每日外幣參考匯率的Excel程式 然後跟它講說來源在哪裡 你會發現喔 就這樣這麼簡單而已喔 其實它就幫你寫了 OK 但是你會發現它寫哪些東西 好的有沒有 它就開始寫了 但是你會發現喔 它用的不是query table喔 它用的是X 欸有沒有 跑太快了 它用的是這個XML HDDP 去抓 那這兩 跟那個query table有什麼差別 主要最大的差別喔 你可以看到底下的程式嘛 那抓到東西不一樣 其實一模一樣 可是喔 光那個用的這個 那個 宣告其實這個宣告 你不宣告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呢 它第一個 它光用物件喔 有沒有 它還get 其實光那個程式碼的長度來看喔 其實就複雜許多啦 然後把資料抓下來之後呢 再利用什麼 其實這個地方也不需要這個work sheet 它等於多寫的 不過反正 至少有那個程式碼 然後這個程式碼 其實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讓它跑跑看 我試過啦 理論上是可以跑的 也真的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呢 我剛剛又試了一下 欸 你看Google報 有沒有看很多 雜誌也在一直報導 Google報出來了 而且出來這幾天 我就把它試試看 所以我也把那個 同樣的問題喔 把它貼到這邊來 讓它去找找看 OK 看看它會真的幫我寫的一個程式 不過我後來發現兩邊參照 好像大體上 差不了多少耶 有沒有 它底下好的 它是以下 而且它感覺比較不會像 TriGPT是 好像經過思考之後 慢慢丟出來給你 有沒有 它丟 Google報好像 一下就全部丟給你了 就在這裡啦 那寫起來其實也差不多耶 它是把範圍先清空 然後它是用什麼 它是用一個web 什麼httb的一個web request 這個好像 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 比較少人這樣用 其實它感覺跟那個xml的httb 其實是 應該是類似的一個物件 OK 所以寫法你會發現也是get 然後也是一個head add 然後把訊息丟給server端 那server就把 要的東西丟回來有沒有 然後底下有一個判斷 有沒有資料丟回來 還要一個jason 所以 他用jason 怪怪的耶 OK 所以你可以想而知 那個googlebar好像得到的程式碼 是比較複雜的 那其實跟各位講 當然 這兩個AI都會提供你程式碼 只是說你會發現 提供給你的程式碼 跟我上課提供給你們程式碼 我們的程式碼在這裡 這樣這一段 那我用的是query table OK 得到的結果也不一樣 得到的結果幾乎是差不多的 OK 所以其實AI當然是可以幫上一些忙 可是我還是覺得 最終還是你要去判斷說程式應該怎麼寫 會比較簡單 因為他即便給你了 但問題你也許可以眼前切上 好像可以run 但問題那個程式還是寫得太複雜了 說真的啦 我自己都覺得 參考參考 是可以感覺很炫是沒錯 但是你真的可以用的階段 我覺得還是有一段路要再走 因為目前的話 因為那個chargeGPT 他是4.0的版本 但是你會發現 他好像目前給的版本 如果你假設 你要用那個最新的版本的話 你會發現 他是要跟你收錢的 有沒有 如果你要用GPT4的話 他會跟你講說你要upgrade那個到Plus的版本 而且一個月要跟你收20塊美金 20塊美金就大概 應該大概620 一個月 那你會願意花這個錢嗎 當然這個看個人 OK 如果你覺得蠻好的 那其實是可以花啦 我覺得 那我基本上目前我是看別人使用狀況 我是覺得這個錢應該 還是可以省下來 好不好好不好 這是個人見解 OK 那至於那個Googlebar 這個 這個也是還是可以再玩玩看 因為他目前還是實驗版 當然 這個都是可以期待的 因為畢竟 一個產業會是最賺錢的時候 就是他最不穩定的時候 OK 所以你說微軟什麼時候最賺錢 其實微軟最賺錢是那個Windows95那個時候最賺錢 為什麼 因為Windows95 Windows95號稱要重冠95次才會穩定 這不是笑話耶 這真的耶 以前Windows真的是非常非常不穩定 每天都一直跟你出很多的bug 但問題那個年代 大家還是樂止不疲 覺得 好啦 反正這也不會想說這個是微軟的bug 反正一個新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就會想說玩玩看嘛 玩玩看的時候 就覺得很像 就像AI一樣嘛 你說他給你東西到底是好不好 其實你會發現大部分聲音都是說好 但是我看到的結果好像沒有太好 OK 那最終還是 不是說叫你不要學程式 而是說 它其實可以輔助你得到一些程式 可是不表示說 你完全就可以跳過那個學習程式的那個階段 OK 因為我自己是這樣試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一點 有一點點的這個問題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剛剛提到的這個問題 那如果我今天 我要把它變成左右 而不是上下的關係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那當然第一個 一樣 我們資料已經先 所以這個資料下載不用管它了 接下來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畫圖的部分 那畫圖部分的話呢 當然 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所以其實 倒不如這樣好了 我先把這個畫圖的部分 先刪掉 所以這裡的話 我是有給各位一個範本 刪圖 那刪圖的話特別注意 這個Delete其實就是把圖全部刪掉 目前我們寫比較簡單 而且一定要先判斷說 裡面一定要有一個以上的圖 因為如果沒有圖 你把它刪掉 它會發生BUG 所以我把它刪掉 OK 先把這個舊的先刪掉 那我如果說 我希望把它畫成左右的話 當然呢 這樣怎麼做 其實你也不用急 我覺得寫程式是這樣 你要先推敲 其實每個 如果你慢慢推敲 應該都寫得出來 因為我需要是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所以很簡單嘛 我就把 之前的美元折線圖的 這一段乘4碼複製 貼到底下來 然後我希望它長什麼樣子呢 我希望它長的 不 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美元折線2好了 我希望它放在 左邊這邊就可以了 所以它一樣是M1 然後呢 我的寬度 本來是 乘上10嘛 所以現在的話呢 就不要乘上 乘上什麼 乘上5就可以了 因為一半嘛 可以 所以 美元折線圖的話呢 第一個啦 需要修改的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乘上什麼 寬度有沒有 WIS啊 乘上5就可以了 然後其他也不好改 其他M1就不用改了 座標應該也是M1 然後這個SourceData其實要改 但是我們先不要動好了 反正我們先讓它可以亂看 因為主要是重點在圖 看一下 所以目前看到的結果 它剛好就跑到我們要的位置了 那再來的話呢 人民幣折線圖 一樣啦 我習慣上也是把那個人民幣折線 複製一下貼到底下 然後呢 它的那個Sub名稱 不要一樣 所以人民幣折線2 那可是問題來了 它這個地方應該變比較多啦 那目前的話應該坐標 就不能 之前是M11 它放在下面 那現在的話應該就 R R1 OK 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理論上我們就是把這個地方 改成R1 然後呢 這個地方也是R1 它的Lab跟Tab 記得喔 做標這個一定要改 然後呢 再來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它的寬度 一樣是只能乘上5 那高度一樣是10不變 OK 所以其實就改 三個地方吧 有沒有 Lab跟Tab 然後呢 這個V10一樣改成5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其實就有一個 這個人民幣折線圖了 OK 出現了嘛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喔 應該可以理出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的話就是什麼 如果我是單數的話 那就是放在什麼呢 所以喔 這個 這個 美元折線圖有2 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 如果你是單數的話 是M 如果你是雙數的話 那就是R 有沒有 然後一樣 左邊放一個 右邊放一個 所以一定是放兩個之後 再往下放 也就是說呢 K等於K加10 它不會是 怎麼講 K等於K加10 不是說你每次都要加喔 而是說你要第一次 第二次之後再加10 欸 就可以達到我們要的效果 所以請各位想想看嘛 全部折線圖 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我假設喔 我要把剛剛的這個邏輯喔 把它再往下 再增加一個叫全部折線圖2 欸 那要怎麼改 想想看 其實這個地方最難的應該是什麼 就是我怎麼知道喔 它是單數還是雙數 欸 單數雙數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單數雙數的話 其實我想到的就是 有一個函數叫MOD MOD有沒有 那個MOD的話 其實如果Excel裡面其實也有嘛 MOD的話應該大家有用過吧 插入函數裡面 這邊的話 MOD應該數學吧 數學類的函數 然後這邊有個MOD M開頭的 然後這個MOD的話呢 這個函數的話 其實就是什麼 多少的數字 除以多少之後的餘數啦 就是求餘數喔 那試試看好了 想想看有什麼方式喔 所以我剛剛 主要是怎麼樣 先把美元折線圖 改成美元折線圖2啦 然後人民幣 然後應該已經推敲出一個規則 接下來的話 我希望喔 寫一個全部折線圖2 他可以幫我完成底下的動作 那該怎麼做 OK啦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 像剛剛這個地方喔 你說ChargeVD可以幫忙嗎 應該也可以啦 啊 可是問題你要 當然你 這個 給他丟問題 其實試的話 他還有個 蠻厲害的 就是他可以把檔案傳給他 對 他可以跟你互動 但是這個 這個到底值不值喔 每個 每個月都要交那個 六百多塊給微軟啦 其實 應該不是微軟啦 就是OpenAI啦 但其實背後 也是微軟啦 OK喔 所以這個到底值不值得啦 其實這見仁見智啦 但這個產業喔 只會變越來越大 因為 投資人 其實到外 投資有時候不見得是理性的啦 OK 反正喔 這個東西會賺 所以其實也是 比較願意投資 所以只要跟AI相關產業 好像最近 好像蠻不錯 但最近好像又 又 是他這個 很容易就爆起爆跌啦 OK 這個其實穩定性 就不是那麼好 OK 好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 美元折現 如果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那這個城市 應該如何改 會比較簡單 試試看喔